现在云南骑进麒麟漆,麒麟水乡 之前在南盘江边上找到一整栋房子 房子呢,房东重新在里面刷白,收拾干净 房子呢,可以拎高右度,加建的提前 这个房子唯独好处呢,门口就是南盘江 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两边的是公园,里面还可以钓鱼呢 现在下午五点多,快六点多,所以天要黑了嘛 看到房子呢,有点暗 这个房子呢,门口呢,是可以停车 两边呢,种了果树,房子呢,就是前面这一栋 看到外观是蛮好的 之前这个房子呢,找的时候房子有点就干搬出去 房东重新花钱,在里面收拾装修改造了一下 房子弄得很干净,它租了半年,现在又退出来的 现在看看房子嘛 这位呢,就是房东 这边是种了无花果,然后这边也是无花果树 现在是铁门进来,这边是大厅 里面是有瓷砖的,有点沙发桌子这些 上面的层高也很高的 这边就是厨房 有个柜子,还有餐桌 这边是灶台 还有个冰箱,冰箱也可以用的 这边还有道门,进来 这边就是两个卧室 这边就是卫生间,洗澡间 洗澡呢,是用太阳能的,蹲坑的,有个洗衣机 这里就是主卧室,有个沙发 这个床是一米八的,还有个桌子 这边的房子是坐洞向西,后边就是山边了 这边还有衣柜 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房东之前租客是在这边晾衣服 这间卧室差不多有十几平多 面积挺大的,有个衣柜 现在上楼 楼上对着就是卫生间 看这边呢,也是一张床,有个衣柜,也可以当个卧室 看这间房 这个也是一米八的石墨床 这个床是房东后期加上的 还有衣柜 这里还有一间小卧室 这些小卧室到这边是朝南边的 这边是卫生间,是蹲的,也可以洗澡 往这边过来就是客厅 房子很干净,清爽 然后这边是有电视,有WiFi WiFi也拉好了 这边是一个沙发 在这边呢 这边就是一个卧室 没放床 而是在这个房子门口 看到门前的这个环境 非常好 看到这个环境的山清水秀的感觉 现在我们上楼顶 下面是做过防水的 这边可以挂衣服 太阳能在这里 看这个阳台呢,面积很大 这个水边是有点蚊子 但是蚊子不多 远处五六公里就是湿漆 这个环境挺好 门前这两边都是路 环境是没得说 前面几公里就是水箱呢 远处就是大山 往这个方向呢是三宝 这边高速入口的话有几公里 附近呢几公里有赶集买菜的地方 在房子前面看呢 这个房子是两层的 在房子后面看 这个房子就是三层的 房子后面这边是一条铁门 电瓶车也可以骑进去充电 这后面也可以停车 这边进去呢就是村子路 两边路是通的 它这个菜地在房子后面几十米位置 进来这边是一个厅一样的 这一间房是储物件 那边就是还有一间呢也是放东西储物的 这间也是可以当储物的 这个面积有二十平左右 这边就是楼梯箱 放东西储存东西 这边房东这间呢也可以当个卧室 一样的 但是一层 副一层是没有卫生间 只有二层三层是有卫生间 这个地方距离区近的时期有六公里左右 到岩浆那边买菜有四公里 赶集的地方有三公里多 如果坐公交车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两公里 可以公交车出行的 现在移南其境 麒麟其 麒麟水巷 岩浆巷 旁边是南畔江 之前在这边找到的农村房子 是两层的 上面一层呢有网友走下来 下面一层呢是闲置的 房子现在房东是在改造 正在收拾 它还刷白了 它门前呢这边是一个小花园 里面种了果树 这边也是一个小花园 它养着鸡啊也是一些柿子树 它门前弄一些料来 它房子准备要把这个地板焦化起来 后面还有一个小宴 这个房子呢是两百五一个 三千一年 旁边还带菜地使用 这前面这个房子呢 之前房东花了五两万 改造了 租了一年退出来 现在又被网友租掉了 它以前也是一个花园在这边 然后这个对着这个房子 这是房东呢 他现在老房子 他还正在改造 他要改造好了 他也准备出租 他这是两路老房子 就是两栋老房子 连在一起的 他房子也弄成那个拎包肉住的嘛 他现在卫生间洗澡间也弄好了 里面还在弄 他还准备把外墙也弄好 这边他是养一些鸡 现在这个柿子树 里面还结了柿子 然后这一大棵是琵琶树 房东让他买材料来在弄嘛 他也70多岁了 他还在装修房子 这个房子都弄了很长时间 他准备把外墙再刷一刷嘛 这边是一个水泥的 这边是一个杂物间 那边也是杂物间 这边是他养了些鸡在这个小院子里面 现在看看房间 下面这边是贴的瓷砖的地板 只是没打扫一下 他白也重新刷过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有沙发桌子 现在往这边看过来 其实他是有两个卧室 被他改成一卧的 这边其实也可以放张床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是马桶的 这边过来就是一个卧室 因为用我的床也有床铺的 现在往后门过来 后门出来就是后面这一个小宴 也种了一些果树 这边上楼梯可以到二楼 二楼那层是被广东的网友走掉的 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它是 这两天在装修房子嘛 它正常还在这边做饭啊 这间厨房大一点 这个房子是坐东向西 前面就是南盘江 在南盘江边上的 这边就是一条花台 里面是有这个无画果 杏子还有极字树 这边就是一个洗澡间 它卫生间跟洗澡间是分开的 下面是瓷砖 有洗澡这些 上面还有风暖的一把 广东的网友租在上面那层 它是细了半年 如果半年之后它不租了的话 到时候一整套退掉 整栋租也行 这边它自己用这个瓷砖箱起来 柱子围起来 就做成个篱笆小院 它还有种点菜啊 里面还有果树 如果不需要的话 这边也可以 把东西收掉 做一个养殖房 养殖的都可以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